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有太多的尖锐的饰品 有些主人可能会觉得一些饰品很可爱 缝在衣服上面可能觉得很漂亮 但是有些狗狗他可能就是会去咬一些衣服上面的饰品和吊队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义务性的肠胃炎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做衣服的话一定要去量身去定做 因为你如果不是量身定做衣服做的太小 那有可能会限制他的一个走路或者生长 如果说太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不合身 那人家狗狗可能窜到身上经常会往下掉 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 在做一些衣服的时候 很多主人会看会有做一些带腿的衣服 那你如果是说家中是小泰迪或者是说小博美的话 那你这种带腿的衣服一定要比较软 因为如果太紧绷的话 可能会导致狗狗的一个后腿走路不正常 时间长的话可能会导致狗狗这个畸形 或者说冰骨一味的一个发生 所以说在另外做衣服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针线给收好 因为我们有一些狗狗特别的调皮 有可能会发生吞针的现象